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当时党主大院就很厉害了 他不是个人的 你不是放弃 就是说你想自己的党兼固和安定 和管理那么多人口是很辛苦的 那一定要开放 慢慢局部开放那个传媒的监察力 你完全没有制度去制衡 你假什么都会死 我在插播室里说 人家说那些皇帝都有个神去制衡他 有个天去制衡他 有个神去制衡他 有个神去制衡他 谁敢罵我 那现在一党都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你不是变成了 你一定要去连线 前几个病根在哪里 有病根在哪里就要连线 但你一党专政之下 但是你还可以搞门选 在那些市医院那些可以搞门选 就不是说全部一刀钱 因为我们国家人太多很难管 现在就没有十几亿印度超过错 嗯 那么清零就清了一批 清零 但是如果你不是坚持 你的国家那么大 你再搞那些政治 凡是革命好 什么革命好 这个是绝对的灾难性 其实我的国家是不肯定的 但是东西的时候 更惨 一分裂而已 对国家对世界都不好 比如中国动力 那你世界都很大力量 所以那些鬼佬呢 其实西方世界呢 他们也都要三思的 其实他们都要 怎样令到 中国共产党 可以给一个好的方向大家 是吧 大家唯一呢 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其实共产党招牌呢 要放低 有没有人有这么大的法力 有 你进步嘛 共产党都会进步的 一路你会进步完善的 什么都可以改善的 那段小平一手拍板就不搞了 搞市场经济 这个是揉远的 但是良善的愿望来的 我将他党和中国人的希望 现在就是制度的问题 上水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还有任志的色彩太重 是啊 还有加天下的色彩太重 不用问一下 好啊 你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中共那边就推这个 退林横迁 这件事 莫是怎样看呢 不是那么粗之大 要讲的 好事 有很多层次的 因为你城市 退林横迁 城市有多少林啊 城市有多少地 被你再加压开发了 是的 还有你中国还有很多 二三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之外 你再去 那些山区的地方 山区的地方最多 所以他 就算这几十年来 中国一路一路都规范土地 但是你这么大的国家 你要规范全中国的土地登记制度 如果没有呢 讲就容易 你只是量尺 哪个院哪条街哪条村哪条街 都要有一排量 你再分到离势 要重新根据哪些土地的私人 哪些土地的政府 就讲就容易了 香港到现在新界这么小 香港都没有规范得好 我觉得对不对 但是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早上一个星期就回到疫情之后 第一次回到国内 我就回到深圳 处理一些小小问题 和朋友聊聊聊 你去到深圳 去到福田区 整个硬件的城市的规范 比香港漂亮 马路又大 高楼大厦漂亮 但是这个就是有危机的 因为建了这么多大厦 这么多商场 没人保险 人流少 还有你万多名牌 都放在这里 因为人流收入 所以说是要搞不开 那些贵的 香港安全图立的 通常的环境 是涉及了这几十年内 每一个村 郑、鄉、市 都要利用土地开发 来维持社会的税收 还有埋地政策 圈地 要带动了很多人发达 比如以前说 有些人说 俊贤 看好新闻 有些人在我边 马克 说强策 政府没有强策 政府真的没有法律 要强策的人 通常他们 是讲数讲不定 有些很横高分子的 他们一般 就说我收你一尺地 就赔两尺给你 后来就升水升浪 收一尺培三尺 有些去到培四尺 最高培到十尺 知道吗 这些好东西 人们是不讲的 有些培到五六尺 就很普通的 就是我收一些尺地 赔五尺地给你 这样的 比如我收一些尺楼面 我重建了之后 赔五尺楼面 所以很多人不发达 我一个朋友以前 在深圳配了福利楼 后期政府又再开发 再扩大规划区 那就和他征地 他那时候买都不用百万 后来和他再征下 一千多万 是啊 很好世界 很好世界 有些中国大家要现实 看到是很多人好世界 当然因为他们在管理财政方面 和在做生意投资方面的人 就是虚火虚荣 你收了一千多万 买一家豪宅一样 买一家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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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社会的生意 一受冲击 那些人就吹奸 如果你安分手机 国内是很安乐的 那些手机是没有事的 但是他们是吹曲 等于你走大 都是吹曲吹死的 如果他不是吹得那么快 他就没有事的 爆死了 你就说你本身 你那个人的心态 和你那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 不完善 就算你太风的眼光 你都没有充分要解到 你那个借态人的常怀能力 你没有做审查 你公司给我借多少十亿 你找人还先 如何去抵押 如何还先 如何瞎到尾 这里大家是制度有流动 所以回到结底 现在有那么多冲击 那些乡家人同胞 如果是不超越北京 各自有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有时候政治的事情 大家都理不到的 但是有一样好的现象 是在世界上那么冲淡的时间 如果你有头脑 能夠適當投資,能夠賺到錢 這就是大家割著收拾 好,先這樣 有個東西說一說 我負貸說一說 是 你有個網友 他和你買了一件比翠城 開了出來,很漂亮 他說要多謝先生,你 為什麼你又爆了? 這塊是爆了的 都有這樣的色彩 哇,這麼漂亮 爆了,整件都這麼漂亮 五成景都這麼漂亮 對,很漂亮 還有一件我補充一下 呼籲一下 我十月份去美國德州侯斯頓 搞養生花園 如果有些同學在外國住 或者香港有美國簽證的 或者有得閒的 或者有假期的,有得閒錢的 我會在那裡搞一個七天的百關齋戒 度假 或者七天、十四天 最長的二十一天 大家可以報名 即是說你來到州侯斯頓 要自己戴帥袋 戴糧響 戴牙策 手銀牙策 你差不多去度假營 已經是這樣的 又未必須做到虎行爭 但以前我們在喜馬哈山那裡閉關 我又親身教一些功法給大家練 那你有時間的 你有時間的 在美國住好 或者澳洲住的 在那裡住的 你有空 那你就登記了 到時候我給個時間 通常都在十二十號後 十二三號後飛過去 那大家可以在德州侯斯頓聯合 那裡的帝班應該正 正式的 就全部都發出來了 如果有時間的 特別是那些時空式 那些學生 和在美國花園 有贊值的美國花園 那些有條件的 應該爭取 爭取來玩 但大家心理準備 會比你在家裡忙 忙啊 如果你每天做四堂功課都八個小時 你八個小時相隔時間 或者你少做兩課工作 都要四五個小時 因為真的要靠現功 我們昨天通告了 吳朝輝講的學戲的經驗 那些歷史 學戲呢 就應該學佛難過學戲 但看上來 學造戲還難過學佛 辛苦嘛 你真是很累 你真是很累 又要吊爪 又要吊爪 又要壓腿 是吧 很忙 打舞頭關頭 學身段 唱造練打 但其實學佛更辛苦 我們現在初入門 就不要嚇醜的人 但你做慣了 你很舒服 大家聽著 有需要就和方太登記 939-1606 參加我們十月份的美國花園 閉關營 閉關營 就這樣吧 好 下次再見 好的 謝謝 我們今天請我們 我來坐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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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